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即将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Songport特约赞助播出 优势兵与天气席卷大多地区为民众生活出行再来不便 气囊出现安全隐患 多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全球召回数百万辆汽车 朝鲜持续强硬态度多次移动导弹干扰美韩监察 早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4月11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那么包括多伦多在内的大多地区 今天早晨开始出现雨加雪天气 根据环境部的预报 随后甚至可能变成冰暴 根据环境部的报告 多伦多 密西沙加 宾顿 柏林顿 奥克维尔 汉米尔顿 米尔顿和河顿地区将有20毫米的冻雨 考虑到雨水带来的洪涝以及水流速度加快 当局提醒学校和家长 让学生 孩童以及宠物远离河流西间 而在冻雨和冰暴期间 有可能发生停电事故 有关方面要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 环境部还向多伦多东面的皮克林 奥沙华以及杜兰区南部 发布冬季风暴预警 专家说 冰雨天气可能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左右 尤其是在今天下午的下班高峰期间 冰雨会下得更大 因此驾车人士及下班或出行的市民 一定要多加小心 受冻雨和风暴影响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 今天早晨取消13%的航班 而多伦多中央岛机场 则取消了大约12%的航班 本地航空公司包括加航 波特以及西捷均发出通告 提醒乘客在到机场之前 最好查看航班情况 另外 由于金晨下冰雨的关系 大多区多个教育局 已经决定取消校巴服务 这包括约克区 皮尔区以及河顿区 多是一名37岁的高中男教师 因涉嫌性侵犯女学生 昨天被警方逮捕 警方表示 疑犯任教的学校 为Lisite高中 在学校向家长发出的信中 校长称 正在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而涉案教师已经被停职 另外 学校还安排社工 在近明两天为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学校还会在今天召开家长会 向家长汇报情况 疑犯名为Wayne Crookes 多伦多市居民 目前该人正面临性侵犯指控 并被安排在下月27号过堂 警方呼吁知情民众踊跃提供线索 密西沙加市市长麦考莲 因涉嫌在一宗土地买卖当中 触犯利益冲突法 在今天前往法庭作证 事件源于2007年的一宗地产纠纷 当时密市市议会投票支持了 受案的地产公司World Class Development 使得该公司免受高达110万家园的损失 而麦考莲的儿子正是该公司的东主之一 因此失败一方指控麦考莲参加市议会投票 违反利益冲突法 要求皮尔区议会 以及密西沙加市议会将其除名 麦考莲的律师要求法庭驳回指控 称即使麦考莲违反了法规 也属于判断失误 此次是麦考莲第二次 因为World Class Development 涉嫌违反利益冲突法 在2010年10月 麦考莲曾经因为帮助自己的儿子 取得另外一块地皮 而触犯了利益冲突法 因为汽车安全技能出现问题 丰田公司正在全北美范围内 召回58万辆该品牌的汽车 其中包括本国的7万5千辆 那么除了丰田公司之外 本田和日产汽车公司 也因为同样的问题 正在全球召回上百万辆汽车 据悉 由于安全气囊弹出时压力过大 可能导致充气过度而发生爆炸 产生安全隐患 但目前各公司都没有收到 消费者受伤的报告 本田将召回110万辆汽车 包括超过10万7千辆 在加拿大销售的汽车 丰田将召回170万辆汽车 包括58万辆在北美销售的汽车 在加拿大 召回包括8万1千辆本田私域 11千辆2001到2003年生产的 Akura EL 6140辆2002到2003年生产的 CRV 以及1万辆2002年款的 Odysseys 日产全球召回48万辆汽车 其中13万7千辆在日本 也有欧洲和北美的日产汽车 受到影响 但厂家没有提供细节 下个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将为您带来 国际方面的消息 稍后见 随心所欲 尽在云端 海南航空 分布遍及多伦多 温哥环 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 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 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名以言至 瑞以上德 明锐集团 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尊重科学 严谨的科学态度 挖掘科技前沿的最新发展 解析自然奇观 关注濒临危机的动植物 与家国华人一起探索自然的奥秘 带你准备最齐全的韩食料理食材 每个步骤详细解说 教你制作最正式的韩食料理 欢迎回到国一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朝鲜发射导弹的动向 韩国指朝鲜将导弹多次移动 干扰韩国和美国的监察 朝鲜警告 日本如果插手第二次韩战 将受到比广岛长期核灾难 更为惨烈的战争灾难 韩联社报道 韩国军方最新观测朝鲜的无水端导弹 做好发射准备 但是朝鲜将导弹移出弹舱后 又移入舱内并重复多次 在仙境南道一带的导弹发射车 也在四处移动 分析认为朝鲜的目的是干扰韩国和美国的监视网 由于导弹注入燃料后 不可以随便移动 所以导弹可能未注入燃料 朝鲜星期一宣布 全部朝鲜工人撤出开城工业园区后 今天再次发表强硬言论 指如果韩国朴槿惠政府继续对朝鲜所采取的措施说三道四 将导致事态向着更加无法挽回的地步进展 工业园可能不复存在 韩国回应 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工业园运作问题 朝鲜官方报章劳动新闻发表社论 警告如果日本插手第二次韩战 将受到比广岛长期在二次大战期间和灾难更为惨烈的战争灾难 日本列岛会变成战场 评论警告日本全境都在朝鲜导弹的攻击范围内 现在的朝鲜军队有实力能击破亚太地区的美军基地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 朝鲜几乎每天都针对美国和韩国发出威吓言论 程度接近危险边缘 North Korea has been, with its bellicose rhetoric, with its actions, have been skating very close to a dangerous line their actions and their words have not helped defuse a combustible situation our country is fully prepared to deal with any contingency, any action that North Korea may take or any provocation that they may instigate and we have contingencies prepared to do that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朝鲜发射导弹动向 韩国军方表示 如果朝鲜发射导弹 威胁韩国安全 军方将立即启动爱国者导弹拦截 此外 韩国也计划7月份开始部署防空系统和反导弹系统 韩国民间有不同声音 有团体呼吁政府立即无条件向朝鲜派遣特使寻求和解 挽救开城工业园区 避免爆发战争 再来看美国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出新预算案 希望在未来十年减少一万八千亿美元财政赤字 但共和民主两党仍未就预算案内容取得共识 预料难以在短期内通过 奥巴马宣布新一年度的预算案内容 涉及总额三万七千七百亿美元 其中一项重大的措施是向年薪过百万的富人 在扣除慈善捐款后征收至少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税 预算案同时提出 虚减社会保障和长者医疗保健计划等福利开支 白宫预料 预算案可令财政赤字在未来十年减少一万八千亿美元 届时 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降低到百分之1.7 此外奥巴马又提出 新一年度国防开支涉及总额超过五千亿美元 但会削减开支 包括关闭部分军事基地 搁置一些武器计划 未来五年裁减约五万名文职人员 以及减少军人医疗福利等 虽然经济发展放缓 国防开支逐步减省 但新一年度的预算案仍叫法定要求超过五百二十亿美元 主要用来购置和发展新的武器装备 奥巴马形容预算案在削减赤字方面 已经向共和党让出一大步 不过共和党认为奥巴马没有认真处理 他们反对加税的诉求 而在削减福利开支方面 奥巴马也没有能够获得执政民主党的支持 分析指共和民主两党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预料预算案未必能在短期内通过 再来看 在美国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到国会山庄请愿 希望国会通过改革美国移民体制的法案 令1100万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 数以千计的示威者游行到美国国会山庄 沿途高叫口号 他们很多是来自西班牙 墨西哥等国家的非法移民 他们不满 多年来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 但未能获得公民身份 希望国会尽快通过移民改革法案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 以讲西班牙语的拉丁裔族裔占最多 美国最大的商会组织 美国商业总会和全国劳工联盟 三月底就未来工人计划达成协议 同意为低技术劳工设立签证 为全面改革移民条例的法案消除障碍 通过新移民法案是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优先目标 而改革美国移民体制的法案有望在这个星期达成共识 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正在草拟移民改革法案 如果参众两院通过各自版本的法案 必须经过协商得出最后版本 交由总统奥巴马签署成法律 有试管婴儿之父之称的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 长期患病在伦敦时事享年87岁 爱德华兹在1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表扬他对体外受精技术的贡献 11年获英女王册封为爵士 他在大约50年前开始研究人工受精技术 78年7月25号 爱德华兹在英国一间医院 与另外一名英国产科医生合作研发的体外受精技术 成功接生全球第一个试管女婴 体外受精技术的面试轰动全球科学界 同时引来不少争议 认为违反伦理道德 随着人工受孕试管女婴的健康成长 以及技术的日益成熟 直至今日 全球诞生了超过500万名试管婴儿 很多患有不育症的夫妇 都能够采用体外受精技术生育下一代 爱德华也因此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